有趣的古代故事 二十二 唐伯虎学画画 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从小就喜欢文学和画画 是从当时著名画家沈州学画 转眼一年过去了 他画迹大涨 所画的画已经显现出大家风范 在附近很有名气 唐伯虎开始有点洋洋自得 觉得比起老师的画来自己也毫不逊色 从他那里再也学不到什么 于是他借口母亲需要照顾 向老师提出想早点回去 他还拿出自己的画作请老师点评 实际上是想炫耀自己的画意 沈州老师知道他的心思 他既没有抢留唐伯虎 也没有看他的画作 只是请他到自己房间来吃饭送别 这个房间只有一扇窗户 窗外景色迎人 沈州老师就让唐伯虎过去开窗通风 唐伯虎朝窗户走去 可谁知那窗怎么开也开不了 唐伯虎问窗户上锁了吗 沈州笑笑说 哈哈你看仔细了再开 唐伯虎揉揉眼睛 仔细一看才发现这哪是什么窗户 而是老师挂在墙上的一幅画 老师这画画得十分逼真 以至于让唐伯虎误认作是窗户 唐伯虎羞愧地对老师说 请老师原谅我的肤浅骄傲 我愿意再跟你学习三年 此后唐伯虎改变了木空一切的态度 认真领会老师的教导 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只有对老师怀有尊敬之心 学生才会仔细聆听老师讲授的内容 然后才能恭敬地对待学习 知识最后学而有成